欢迎大家来到台湾的现场 推荐林一卓 打架 现在发布 所有的设计 编曲的方向 全都是我自己一个给的 想逼自己一把 我就很担心 这次不太给我浪费掉 他规划好的吧 可能他是不是要我晋级了 然后再跟我PK吧 不管你选择的路是哪一条 你只要做得够久 都有机会 我其实简单 去传递我的故事 做继承自己 我们是要当富一代 双方亮剑了 看机会随着捧手 我这次玩的就是 不留于地 有时候不是只靠实力的 靠玩法 这种舞是原来的样子 我就希望我两人 就都留下来 他就说比天泽要唱的下音段 你要告诉他们 不是什么歌都可以拿来唱 那你一会儿再说 欢迎大家来到台二 大家的现场 你翻唱了他的melody 你觉得你能够打败陶哲吗 我第一个我觉得翻唱的 就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歌 有一场很乍是回来了那一场 可以为我们唱一两句吗 我只是想你会把你的衣服 比较酷了 兄弟 像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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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所以 然后你放它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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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意思是 你怎么说 小霞姐 小霞姐和黄妈 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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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妈不是蛤妈 黄妈不是蛤妈 像 像 像 他太傻了 太傻了 这个动作它其实有一点反 我们骨骼的这个惯性 好 出现了一个淘汰线 后舞似 大家好 现场的朋友你们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舞台2023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一起享受舞台 享受音乐 我是王爺 Jackson Let's go 所以今天现场每一个人看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出场 不要给压力 好不好看 你也有点责任好不好 大家期不期待 有点后悔的 好 那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 所有舞台推荐人 请入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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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第一组舞台歌手 孤勇者 浦宇 冷水 请登上舞台 加油 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哈喽大家 好摇滚 我们用一种 加油 孤勇者 浦宇 冷水 白鸽 舞台开启 好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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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在红星推荐装置 选出 还请你们多为我们 投票结束 你们都是我们大家的心上人 看到你们的态度 对 好酷 特别帅 公布区 确认物 我觉得他们的神曲其实很危险 因为最重要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投票结束 我自己心里就一直在想 佩玲终于把自己唱出来 对 就完全感觉到你的声线 以及你的技巧 而且合唱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人 刚开口那个人是很难的 然后你一张口 全场我们的支持团 就非常非常 就不由自主的 好惊呼了 对 然后有这么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起点上 然后我们蔡维泽 完全用她的声线 以及她的表达也接住了 这个男人做得很好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拖住了 拖住了这个声线 拖住了这个声线 确实舞台结果 庆联 我觉得她在舞台上很忙 她有点浪费她自己身上的 所有的亮点 挑战者 VG 徐若乔 庆联 Cerulita 舞台开启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在红星推荐装置 选出你 我们 谢谢 投票结束 谢谢老师 Ella姐没有选 我觉得你们两个 今天在舞台上 我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你们的律动 因为律动这个东西 很多人是学不来的 在唱这种 非常自由的 非常自由的歌里面 你们两个这一点是掌握非常好的 然后庆联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 你不应 对 你不应该在台上去担心太多 你其实就在舞台上做你自己 一个又带着少年感 但是又带着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你 站在舞台上 大家就会被你抓住 我很喜欢你们的舞台 因为我很沉浸其中 谢谢你们 谢谢 孤勇者 曾乐彤 蔡锦馨 新引力 舞台开启 一辈子来证明我的决心 你可以说我要是 你还没有做完 但你的夸张什么最好 不是最后双双 一起我和你 新引力 可以这样吗 再这样下去 我感觉全场要喊 再一起 好甜 一时看到最后那个 结束的时候 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 贴上你 投票结束 艾拉姐为什么没有 她们两个 她们两个 就是你不要松弛了 没有像小霞姐嘞 有什么要感觉的吗 为什么 一定你要抵着我问 因为 你应该在我旁边 那请问 那你为什么 她没有让她们成为你的心上人呢 因为我的心上人 是小霞姐呀 好 那两个在这边玩我们两个 是空气是吗 不要乱说 开玩笑了 爱情大夫 我们老实在 我们也要来一下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来一下 想不想听 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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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浊海豚 Sunny Lucas 郑浊熹 哪里都是你 舞台开启 舞台开启 你让全部 在那一个瞬间 耶 啊 啊 断流断里 怎么能够 忘掉你的 下面 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秦宏新推荐装置上 投票结束 在那里 当的人家一面 来了个后空翻 对 我们支持团喊的是什么 什么 你们要周深翻一个 周深的命也是命 谢谢 辛苦了 平凡者 莉莉 安琪 Don't let me down 舞台 舞台开启 加油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在红推荐的歌手名字 很感谢 投票结束 安琪也 其实安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唱跳型的舞台歌手 只是刚好在安琪这么强的 一个能力者的旁边 OK 很漂亮 所以我可以 凌凌今天《一身黑》的这个装扮 跟他们也很搭 很搭 一个色系 他们是平凡者 所以没有任何的规则 对 没有任何的规则 因为他们上一场是最高分 你挑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再放在一个舞台上 合作吗 对 你觉得谁跟我属性最大 是不是 是Wonder Frame那种 会可以吗 挑战者 Wonder Frame 孟美琪 请登上舞台 挑战者 Wonder Frame 孟美琪 娜塔莎 舞台开启 Wonder Frame太好了 Wonder Frame太好了 Wonder Frame太好了 舞台支持环境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选出你的心上人 真的很难 投票结束 她的音色 姚字 她的律动 都非常非常好 自然 对 非常满美的一个舞台 非常享受 就感觉在看一个电视台 我们刚刚在看演出的时候 深深意识在那边呐喊 周森 马上 深哥 你干吗 你在干吗 我在练电臀 来 小鸡 小鸡 哥哥大 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跟我吵架 用屁股跟我吵架 嗷嗷 失败 她们一千一扣掉完 就只有九百多分 谁 刚才那一次 Wonder Frame 并且那个安琪她们 安琪跟Lily加了两百分 挑战者 奥斯卡 耿兴瑞 请登上舞台 是 5 3 9 9 3 4 5 9 9 诶 we can go again we can go again 啊 跑到我们这边啊 讲舞台了啊 妈呀 奥斯卡很棒 奥斯卡很棒 跟上次玩这个不一样 我觉得 奥斯卡拿出了她该有的魅力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上 切上 投票结束 一次听rapper的现场 非常炸呀 就是所有人的手 都几乎都一直放在空气中 跟你们去互相地交流 然后奥斯卡因为我比较熟悉 我就会觉得不知道中间 经历了什么 让我看到了出舞台那样一个 好像比较不一样的你 然后这么几天 又经历了什么 又把你以前的张力和霸气 又重新带回来 就是因为周深老师的那句话 说我的棱角被磨平了 对 然后我是希望我的棱角 再长出来的时候是更锋利的 哦 大家 辛苦大家 请前 什么 我想周深老师 他给我打一百 人 舞台 开启 不必知晓 不必知晓 渴求天光 窗外又是谁家的鞭炮 身在不停坐下 我坐在雨半 只记得视觉 你才能出人头地 要开我 啊 吃家人 生了一个小孩 没有知怎样 适应着生活在这个 那是 哇 我熬起一身G皮疙瘩 啊 被这么高 感情 哦 紫卫和姚涛的舞台 G皮疙瘩忍不住地一直 一直在猫 我觉得 姚涛很像是 一直在班里很内向的一个男孩子 突然可以用他最大的声音 去喊出他最真心的话 我站在线不通 现场投票结束 这首歌是紫卫跟姚涛一起写的 对不对 对 原创 这种简单有效的旋律 其实真的非常珍贵的 姚涛有点可怕 对 他有点可怕 我们对你的第一个舞台 印象特别深 我们心中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姚涛的样子 去不停地对比 所以我会担心你的第二个舞台 会不会被第一个舞台 压得就不像样子 但我没有想到刚才看到所有词 一直忍不住地在冒鸡皮疙瘩 对 我真的是被你感动到的一个不行 那一下眼睛里面就全部都是泪水 很厉害 非常厉害 谢谢姚涛 紫卫 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小建议 就可能在唱高音的时候 可以稍微位置后面一点点 靠后深一点会 你的声带不容易 坏 对 请前往公布区 成功 很高 很高 孤勇者 王OK 李天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们 在弘芯推荐装置上 牵上 同票结束 对不起 但是这个舞台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感觉像看完了一个童话故事 因为他的初舞台是抱着一把吉他 然后刚好今天又是天泽在拿着吉他 感觉像那个吉他要幻化成了一个人 整个就是甜蜜下气 她们是最和谐 最不会互相抹去彼此光芒 以及又互相去称多彼此音色和音乐感的一个舞台 非常好的舞台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天泽 谢谢OK 挑战者 张玉子 黄玉博 黑色柳丁 舞台开启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我想 投票结束 在红兴推荐人们 在红兴推荐庄选出你的心上人 投票结束 张玉瀚 她这一次这个第一宫的舞台表演 Ella姐你知道吗 她们的组合的分 是我们所有组合里面最低的 所以就各种意外 我觉得变成一种惊喜 站在舞台上 但我刚刚其实私底下 特别跟周深讲了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只能说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对 从小 一起就从小一起唱歌 跌跌撞撞 十三组舞台歌手已敬演完毕 本次 上舞台这下够酸甜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 《忧酸乳》结果公布时刻 先来喝一口酸甜又好喝的 《贵妃荔枝》和《乳液杏子》 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努力 将会收获怎么样 美好又幸运的结果吧 喝一口 放松一下 喝一口 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 选择决定命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你们的选择将会把你们带去 什么样的命运安排 那第一次排名公布正式开始 二十 首先我们来看看 在舞台内侧的时候 处在危险位置的七人中 一共有六个都是冒险者 分别是排在二十的 Sunny Lucas 二十一名的张雨晗 二十二的徐梓卫 二十四的李佩玲 二十五的庆莲 二十六的冷水 他们其中有一位 不仅脱离了离开的危险 还拿下了本场一共舞台的 第一名 七百八十七分的实力值 这个人就是 凯琳 李佩玲 那佩玲你觉得你两次的 实力值的累积 你有没有可能进入到 TOP5 那我们就简单直接 我们来看一下 综合两次实力值的排名 排在第五的是谁 标 停在谁的面前 谁就是两次实力值 综合的第五名 看看是不是会停在 佩玲面前呢 恭喜蔡维泽获得前两场舞台 走实力值 TOP5 接下来就来揭晓 挑战者生存模式 综合两场的实力值排名 每期的排名 十七名 那Wonder Frame现在 暂时排名是二十一 也就意味着是要 离开舞台二零二三 但是稍等 你暂时还先不用离开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复活名额 会在最后揭晓 所以如果有什么感言的话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看看 用不用得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挑战者 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吧 我们现在就给 未来星和奥斯卡一些时间吧 那我们进下来 揭晓两组挑战者的结果 那接下来将会有 第十名和第一名的产生 他会属于谁呢 那最后一组挑战者 徐梓卫排名十三 恭喜吴瑶涛综合两场 实力值排名第二 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言 对 你想说什么 都可以跟大家说 那不同于挑战者 这一场的孤勇者 可以说是压力非常大 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那么这个一生会是谁呢 鲍威尔和雨晗 他们是唯一获胜的一组 孤勇者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孤勇者 都未能达成目标 你们也都一定会遇到 危险的排名 所以我们现在先揭晓的是 在淘汰位的成绩 他会属于谁呢 暂时不用说淘汰感言 结果还未最终公布 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其实 太厉害了 他 好爽快 那鲍威综合两场实力值 排名十五 莉莉获得第六名 网OK综合两场实力值 排名十八 骞泽两次综合实力值 排名十九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知道 这一排名的有两位冒险者 安琪和李佩玲 如果是第四名的话 将会获得一张免死金牌 可以在接下来任意一场使用 那么第四名会属于谁呢 恭喜安琪综合两场实力值 排名第四 同时也恭喜李佩玲 获得第八名 恭喜我们的安琪 获得一块免死金牌 来 恭喜安琪 你说 这个可以给 给给 给给大家用吗 这个可以给别人用吗 免死金牌只能够在 接下来的任意一场 给自己使用 你一个客观的我的想法 因为当然可以改 但我觉得如果这个改的话 安琪再次阅读比赛规则 现在导演组在讨论当中 等一下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答复 想要改变规则就要付出代价 在下一场公演 我们的歌曲数量其实是已经定好了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加一个人进来的话 安琪我 比如说你下一轮是三分钟的 一人唱一半吗 不是你牺牲你一分钟 一分半给他 所有人的分数将会清零你 那安琪你现在做好选择了吗 大家可以给意见建议 但是最终的决定还是要有安琪 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开始倒计时 一分钟 恭喜冷水复活 那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今天会有淘汰七个人 七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 可以免于淘汰 人家会有个信封在你们面前 你们拿完之后 我们会统一一起打开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们来揭晓 好 现在请拿到信封的舞台歌手 打开你们的信封 读出信封里的内容 现在开启推荐官复活环节 盯上盒中拥有最多top5嘉宾的 推荐官可获得复活权 Honor的意见 赖泽女 曾梦彤 只是展示了她在这个主题 最终的决定就是 曾乐彤 你被黄岐山推荐人复活 可以继续 悠酸如舞台2023的旅程 恭喜你 请 被淘汰的舞台歌手 离开 对不起 닥 我 根本一点 碰上面 返萝 边 でも